阿台店 手有心海 去尾光 兩千萬點的紅一小店 你紅店店 做了事 各位好玩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客氣 各位同心前輩,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好,真好 真有元氣 跟他一樣,我也很有元氣 大家辛苦,從早上上到現在 可能稍微生氣了 沒關係,我們這隻褲 第一目很輕鬆 很輕鬆,要跟大家各位分享 第一目,非常簡單 台灣人是什麼人 這個簡單不必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請你拿手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很好 你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你同步贏一個人 贏什麼人,你們知道嗎? 贏李平衛先生 李平衛先生 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他有去研究這個問題 他也有在疏忽這個問題 好 比較常要來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分享這個題目 我首先 來調查一下 聽不懂台灣話 跟各位分享這個問題 請你舉手 好 應該是我們的 做原住民 的前輩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用華語 跟 台語 做會講 沒關係 盡量讓大家都聽得懂 我必須要尊重 我必須要尊重目前我們的狀況 那個我們的 那個台灣主人的狀況 慢慢的我們要來改變這個東西 以後 我們的孩子 不見得要聽華語 我們要改學英文 學日文都可以 不過目前這個階段 我盡量配合大家 聽不懂華語的請你舉手 還好 那還好啦 大家都聽得懂華語 那我盡量用華語去講這節課 我是什麼人 我是誰 我到底是誰 你們真的知道自己是誰嗎 剛剛問各位 大家都知道 那很好 首先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目前的一個狀況 目前這個狀態 我們都知道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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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海空三軍 陸海空三軍 都已經這樣子了 現在要去做兵 84年住的孩子 不用去當兵了 不用去當兵了 我們都知道 中華民國的軍方 目前已經在解體的當中 包括他的後勤補給司令部 就是他們的飛頭部隊 一隻落頭 一隻駱駝插著一個翅膀 那個可以繞遍全球 那個部隊也已經解散了 那現在 我們 除了軍方以外 還有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的呢 有什麼東西 我們還不知道 我給各位做一個分享 因為我現在目前 我個人 現在是在一個企業裡面服務 我在一個企業裡面服務 我在外面工作 我在越南工作 我在越南工作 我們去越南 台灣的人去越南的地方 不是每個人他都收喔 一定要什麼 你在台灣沒有犯罪紀錄 這個怎麼拿 就這個東西 這叫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叫做良民證 簡單說叫做良民證 這就是良民證 這代表說 我這個人 這是我啦 我這個人也是一個良民 我沒有做過做監犯科的事情 他上面沒有寫詐騙集團 對不對 有沒有寫詐騙集團 沒有嘛 還好我沒有詐騙集團的紀錄 這邊 這個公告就這麼寫著 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叫做黃申詠先生 這個人還在做喔 如果我是騙的話 我 我 槍他的名詞出來 會有事情喔 這位還叫長 這位還叫長 處長 處長 還變長 處長 處長 你這局長 可能去冒犯到馬英九那個位置 因為他是台灣當局的局長 不是總統 所以他可能是 局長改成處長 一個處的處長 這邊寫著 公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蓋用機關手掌 中英文簽字章 看得懂嗎 意思就是說齁 以後 要拿這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他不需要用這個 這個章齁 就很簡便 就是蓋這個章就可以了 這個叫什麼 官房 官房不蓋的 不過這是在蓋 他取消之前拿到的 那個 那個 良民證 所以 我還有蓋一個官房在這邊 那 後來從那個 2月份開始拿了 那個刑事紀錄證明 通通都沒有官房章 這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的 除了軍方以外 連 內政的系統 警察就是內政系統 連內政系統 都逐步在瓦解 這就是目前 台灣民政府 的努力 然後可以讓大家 看得到 感覺到的 一步一步的走 因為一個政權 要瓦解 不是一天就崩盤 不會啦 因為我們 必須要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讓台灣人無感 沒感覺啦 要把你 口比說要把你手術 拿一顆蛋結石 要把你煮肉燒 要 煮肉燒 要做什麼 拿蛋結石 他的目標 重點就是說 不要讓你感覺會痛 讓你覺得不會痛 所以他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台灣民政府的出現 讓中華民國 除了軍方 開始 瓦解 台灣人不需要再當 中華民國的兵以外 連內政系統都逐步在瓦解 我們的黑熊部隊 準備要去接掌 中華民國的警政系統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狀況 我在越南 也看到很多的 台灣人 我們有很多幹部 是從台灣這邊過去的 包括有我們自己的 一些幹部 有一些 承籃商的一些幹部 一些幹部 去到那個地方 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8月7號的時候 出了一個命案 一個台商 被越南人圍毆打死 娃娃怕死 為什麼 你們可能不知道 台灣人 想說 奇怪 台灣人去到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被毆打 我要跟各位知道 這個跟我們的題目有關 如果不知道 你自己是誰的 去到越南那個地方 是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 這個商圖就是這樣 因為 8月7號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5號發薪水 所以他們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越南人很天生 就是很樂觀 他有了錢之後 他就會去吃吃火鍋 喝個酒 就這樣子 越南他有一段歷史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大家都被關在台灣這個地方 不知道 我們其他的 一些盟國 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越南那個地方是 當初在1945年 大日本帝國投降之後 那他們的皇帝 寶大帝 也跟著投降 為什麼 因為 越南那個地方 當初是大日本帝國 包括台灣 的盟國 我們一起 向美國 英國宣戰 那時候是大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 太平洋戰爭 他就是 白種人 欺負黃總人 那黃總人要抵抗 這是一場盛戰 那後來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大日本帝國戰敗 越南也戰敗 那越南的皇帝他走了 那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讓蔣介石 代管台灣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你們還知道嗎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同時讓蔣介石代管南之納 的一些地方 所以他就派了 什麼叫南之納 你們知道嗎 就是越南 越南就是南之納 有人叫做佛林之納 有人叫做印度之納 那他們目前的國家叫做越南 那派了 一個叫做盧漢的人 去佔領越南 派了一個孫立仁 去佔領緬甸 不知道孫立仁請你舉手 孫立仁 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 木札動物園有一頭像叫做大象凌望 有沒有 那個就是孫立仁去緬甸 把人家牽回來的 去人牽著回來 那蔣介石 所派的那個盧漢 他在越南 就跟 他當初派一個陳怡 來台灣一樣 為非三走 亂做 為非三走 他欺負當地的人 用他佔領者的心態 騷殺魯獵 搶劫 吃東西不付錢 這些狀況 到那個越南的時候 後來 越南那邊的 目前 我跟各位報告 目前越南的國民教育裡面 還有在講到如漢這個人 所以他們越南人都知道 中華民國曾經佔領過他們 那我請問各位 你們剛剛都說你們知道自己是誰 你們是中華民國的人嗎 不是 那我們是當初那個時間點 我們是他的盟國 我們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你們都忘記了 叫做大日本帝國 所以這個 衝突很簡單 這是一個事件 有人就覺得 這跟我無關 如果說你的孩子 以後 像目前台灣這樣子 當然不會啦 我們台灣民眾不會 不會做到這麼爛 再怎麼爛 也沒有比馬英九還爛 我們台灣的孩子 去到外國的地方 沒有一本護照跟你保護 就像這個嘛 在那個地方被打死了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有處理嗎 我跟各位講 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這個透過電視的轉播 我們這媒體的轉播 他真的是沒有處理 我可以跟各位這樣講 後來他賠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賠了八千萬 這個人被打死了 賠了八千萬 有沒有很多錢 很多錢 八千萬是月盾 一頭牛 在高速公路上被撞死了 他賠三億 月盾 一個人 被打死了 賠八千萬 月盾 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誰的 去到 越南 那個地方 非常危險 盡可能不要出去 盡可能不要出去 出去還說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 是中國人裡面最可惡的那一群 連中國都不要的那一群 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他把他驅逐 在民國 在1949年的時候 把他驅逐過來的 剛剛講的 我要麻煩我們的年輕人 去查一下 現在的Google都很方便嘛 大家都在拜Google大神 可以去看一下 整個歷史 我們這邊的蔣唯文蔣教授 也有談到這一段的歷史 他形容說 這一個 盧漢 就跟 佔領台灣的 陳怡 沒有兩樣 所以如果當初沒有把這個人趕走 他是後來是請法國 因為當初是法國的殖民地 本來是法國的一面地 那請法國協助他們 把中華民國 給 驅逐出去 後來他們就驅逐他了 後來這個人 也去投靠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的年輕人 我要再鼓勵你們 去研究一下 當初的 二次世界大戰 在我們大日本帝國台灣 FOMOSA 這塊土地的 叫做太平洋戰爭 我們的盟國有哪些 這邊都有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盟國包括 艾辛絕羅普怡 滿洲國 滿洲國他向誰宣戰 向美國宣戰 向英國宣戰 還有一個中華民國 汪肇明 就是汪精衛 他的字叫做精衛 汪精衛 汪肇明他本身是孫文 所轉移主權給他去繼承的 所以中華民國真正的主權繼承者 不是蔣介石 蔣介石是中華民國裡面的一個軍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華民國的汪肇明 他也是對美國 跟英國宣戰 所以真正的中華民國是戰勝國 還是戰敗國 也是戰敗國 可是 這裡面有一個叫蔣中正的 有一個叫孫立仁 他是另外一邊 他向日本宣戰 我要跟各位請教一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 代表整個中華民國 憲法裡面的領域的話 宣戰有效嗎 無效 無效 講得快 你就沒辦法代表我 我就沒辦法代表你 我們兩個互相 沒有交集 你可以代表任何一方對 外面的人宣戰嗎 不行 所以中華民國他是戰敗方 無論是從哪個地方看 他都是戰敗方 再來還有一個叫保大帝 就剛剛我講的 越南帝國 越南帝國保大帝 他也是向 向美國跟英國宣戰 向美國跟英國宣戰 還有 那個 菲律賓 第一 共和國的 勞威爾 第一共和國 目前的 目前的菲律賓是從 美國獨立出去的 叫做 菲律賓第三共和國 他的第一共和國是 日蜀的 大東亞的 所以他也是 跟著 天皇 向美國跟英國宣戰 還有 這個 宋康 這個 宋康 宋康 他就是當初的 泰國皇帝 泰國皇帝 他是向 英國跟美國宣戰 所以我要請問各位 中華民國跟你講的 軸心國有幾個 有三個 一個 是義大利 一個是 德國 希特勒 一個是誰 日本 真的是這樣子嗎 不是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不是 中華民國的教育 他有一個很大的疲漏 他都 抱他 對他有利的 對他不利 他都不講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當初的 戰爭規模 不是只有日本 一個人打全部 如果我就這樣做 他也算身體好 當然這是開玩笑 開玩笑 大家比較不會睡覺 在維基百科的 評價上 越南的官方和民間 對如漢的評價極差 因為他代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接收 越南北部 他的下屬 軍紀敗壞 有強姦名副 白吃白喝的 惡劣行為 台灣的學者 蔣唯文教授 也是在我們這邊 有在授課 形容如漢 是掠奪越南北部的成疑 如果沒有把他驅逐掉的話 會跟台灣一樣 發生228事件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 那個228事件 不是像中華民國 國民黨 他們所講的 是因為台灣人不繳稅 不守規矩 所以他們才去做軍事鎮壓 不是這樣 他們是講給外國人聽的 真正的狀況就是像這樣子 在越南都知道 越南人眼中的中華民國 是中國人裡面最可惡的一群 台灣人卻是太平洋戰爭裡面的 越南的盟友 我要請教各位 你們是中華民國國民的 請你舉手 都不是 不過你們如果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去那邊說你不是中華民國人 他們會相信嗎 不會 不會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訴求一點 就是說 我們把人趕快找進來 收集到41萬人 那個 身分證的發行量之後 我們 訴求 美國發行旅行簽證 按照琉球 當初 給美國管20年 他們都是拿著美國的旅行簽證 去外國 去做工作也好 去工作也好 去投資也好 去旅遊也好 都 接受美國大使館的保護 你們 要接受美國的大使館的保護 還是要接受 不存在的中華民國的保護 美國大使館 這是這麼簡單 台灣人 是中華民國人嗎 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台灣人 最好不要離開台灣 最好不要離開台灣 太危險了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你如果知道自己是誰的 已經贏了 這個先輩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是在靖國神社 他去了一趟靖國神社 後來說 回來說 他是什麼人 日本人 阿扁公他打他敗去 老闆店 這阿扁公不是我管的 這是在靖國神社的一個末寶 那這個照片我們把它拿回來看 我們來分析一下 李登輝先生 中華民國 承認中華民國的總統這個人 他活了九十幾歲 最近才在寫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我的我 阿覺得寫得蠻有意思的 他去找了一顆很大的石頭 把它刻在上面 那顆石頭我沒有 我沒有把它放到教材裡面來 那個在 那個 應該去Google一下也找得到 李登輝的末寶 這個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是一個叫禪義的用法 這個我是一個代名詞 我是不是我的我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因為 這個末寶放在哪裡 放在日本進國神社 他也是 不是給你台灣人看的 也是給日本人看的 對 秘書長在講的 國賓飯店 是不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是不是 不是 我是台灣人 那我到底是什麼人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籍到底是什麼 台灣是什麼台灣 日本是什麼日本 我應該要向誰效忠 所以說 重點是這個 好 阿薇伯你講 他這個我是不是我的我 他請你問你自己 其實 他已經給你答案了 一樣這幾個字 我是 不是我的我 好 這樣有意境 很有意境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說 台灣 是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日本 是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日本跟台灣是 什麼人的 日本天皇的 大日本帝國的 好 再來跟各位 分享一下 因為 這一次的課程 我有兩個小時 很好 不過我的目標是 五個小時 可以跟各位 再分享一下 有一些我們的童心 有一些我們的朋友 那個提供的一些資料 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們可以看這一個 這個叫做台灣 擁戴借地權利 擁戴借地 什麼人去要求要擁戴借地 這個人 叫做台灣總督府 伯爵 佐久堅佐馬太 就這個人 所以土地是 台灣總督的嗎 是不是 不是喔 是 台灣總督 代表台灣人 去向一個人 借地喔 叫做擁戴借地權喔 英台要來找這個 第一款喔 所以他是借 豬跟借嘛 豬要不要錢 豬要錢 豬要錢 借要不要錢 借不要錢 為什麼 因為台灣那時候沒有錢 大人那時候沒有錢 所以台灣的土地 地權是誰的 地權不是 台灣總督府的喔 也不是台灣總督的人喔 因為台灣總督會換來換去喔 重點來了 誰任命台灣總督 日本天皇 然後日本天皇任命台灣總督 它上面還有一個行政機關 叫做什麼 日本內閣 所以 他就擁戴借地 要誰批准 要這個人批准喔 內閣總理大臣 叫做西元寺公望 好 我要跟各位講齁 大家都看得懂漢文 剛剛講 有問了嗎 日文都 日文應該都不行啦 跟我一樣 日文都不行啦 可是你們看得懂漢文的 看不懂漢文的請你舉手 看不懂漢文的 看不懂漢文的 都看得懂很好 這邊有寫了一個養 要借土地 要借土地 的時候 借完之後 寫了一大堆之後 他準備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 養 養是什麼 養就是把頭往上抬 叫做養 壓頭嘛 為什麼 因為他上面有人 才需要抬頭嘛 對不對 所以 台灣總督府 他沒有辦法決定 台灣的地權 是不是要借給台灣人喔 他必須要往上看 他往上看看到誰 看到這個人齁 內閣總理大臣西元寺公望 那土地是不是內閣總理大臣的 是不是 當初 台灣是因為甲午戰爭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永久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大皇帝天皇陛下 那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那為什麼 派那個伊藤博文去跟李鴻章交涉 為什麼那塊土地 那個伊藤博文怎麼那麼笨 不會把他塞在自己的口袋裡面去就好了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行啊 不可以這樣子 土地 是天皇的 就是天皇的 所以 內閣總理大臣 他批准之後 這個令治他採渴 採渴之後 然後他怎麼辦 養 表示什麼 上面有沒有人 有 天皇沒有反對的話 我就批准了 如果天皇反對 天皇不說話 這樣可以 懂了嗎 所以他的令治 這邊有寫一個養 有沒有看到 表示 內閣總理大臣上面有沒有人 有 好 那這個決定這個台灣 總督可以擁戴借地的這個令治 是誰決定的 天皇決定的 他是最終的合決者 他沒有反對就可以了 那採渴的行政 他的行政權 是掌握在 內閣總理大臣的手中 這除了土地以外 還有這個 自願一徵兵 施行 然後 那個採渴 內閣總理大臣 採渴這個又另外一個 叫做敬衛文謀的 是不是 這個養 我在跟各位講的 這個養字 是不是說每個人 每個人都沒有 不見得每個人都有寫 就只有這西元事公 他必須要養 因為他阿嬤滾去轉到 不是啦 講給大家笑 比較不愛睡 大家可以看 除了 剛剛土地的 主權裡面的土地以外 人要不要當兵 要不要效忠 這個有沒有在主權裡面 我跟各位報告主權有兩個 一個叫土地 一個叫人民 剛剛就是土地的部分 這個是人民的部分 內閣總理大臣 敬衛文謀 他決定了台灣的自願 徵兵來施行 採渴之後 是不是就這樣子公佈 可不可以他採渴之後就公佈 不可以 他必須要怎麼樣 養 老闆再看 看天狼有堆才把他打下去嗎 打下去就不行了 如果天狼反對的話就不行了 所以他還是養 表示內閣總理大臣 是不是最大的 不是 再來 台灣州 州制改令 改正 這個是牽涉到 台灣總督 這個人的職權 範圍 他的工作範圍 以現在目前 最先進的方式講 叫做SOP 他今天做這個 台灣總督要做什麼工作 SOP要來抓 就是他的一些工作項目都要來抓 在這個 台灣州制改正律令裡面寫的一清二楚 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看完這些東西 不過我可以讓各位看清楚一點 內閣總理大臣到台灣州制改正律令的時候 他的總理大臣又犯了 哇 內閣總理大臣那在掛骨彩 內閣總理大臣常常被犯掉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啦 因為那時候衛生條件比較差 人 很快就 就 因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 他就必須要告老還鄉 那時候的內閣總理大臣叫做鋼田起戒 針對台灣的失誤 他要不要養 他採殼之後要不要養 要 他不用牽頭看喔 他跟採殼 不過要再稍微看一下 牽頭稍看一下 看天皇一樣 有跟你把頭卡嗎 如果把頭卡就不行 所以所有的事情 這些行為 都是內閣總理大臣所採殼的 但是 最終的合決者是誰 日本天皇 好不容易我們看到一個法律 第36號 帝國議會參戰 經過台灣的施行 然後我們這邊要採殼 那時候是牧人 牧人就是我們的明治天皇陛下 你有沒有看到他寫的文書裡面 有沒有養 沒有耶 人家直接寫什麼 公布啊 他決定就可以了 好 這個 就是日本國跟中華民國 所簽訂的 台北條約 是日本國跟中華民國打的嗎 我跟各位報告 一開始是他們打的 他們在 4月28號的時候 打完這個合約之後 上繳給玉仁天皇 在7月9號的時候 才可的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出現 打敗了 那個我們台灣 台獨 一些學者 我不要講他的名字 他們主張說 中華民國跟日本國 因為斷交 所以他的 日華 或者是華日 都可以啦 知道我們看的 他的台北條約 已經 失效 我跟各位講 天皇比較大 還是日本國的總理大臣比較大 天皇比較大 那天皇當初准了日華台北條約 在日本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 有沒有在發佈一個命令 或者是他的一個訓令說 中止這個合約 沒有 所以日華 的關係 在日本國那邊 跟中華民國 已經是 實質上已經切斷 什麼人 可以決定 中華民國 必須滾出台灣 天皇陛下 這個 還沒有看到 我還沒找到 如果他有的話 因為我們可以 光明正大把他趕走 不過 現在日本國 現在天皇住在日本國裡面 嘴巴被嗚起來 他不能夠自己主動去 要求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的憲法 不准他的天皇 講很多國事 國政的事務 他不能夠去決定 必須要目前的日本國的 總理 不是首相 是總理 總理 才可附屬 才可以去做 否則當成是他的意思而已 不會去執行 那天皇 在日本國 在日本國現在是安倍金山 擔任總理 總理大臣 那如果日本國在今年 或者是明年初 修憲效忠 大日本帝國 天皇陛下的時候 請問一下 天皇陛下 可以講話了嗎 可以了 那天皇陛下 就必須要來 終止這個 條約 正式把他給廢除 應該是要這樣子 因為臣民不能夠去廢止 天皇的意志 畢竟天皇 白紙黑字寫出來 所以 我這個造出 的出現 可以打碎的台教會那些 那些 我們的一些學者 一些教授 他的一個迷思 日華台北條約還有效嗎 我跟各位報告 你們是屬日本國還是屬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所以 對你們來講還是有效 那如果天皇恢復直視的話 可不可以把他給廢止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把他廢止也沒有關係 因為中華民國 他已經是流亡狀態 他已經跟他的兄弟 原本是那個共產黨要打他 現在共產黨說不打他啊 對不對 他們是不是一家回去團圓了 對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日本國他為什麼要修憲效忠 為誰而來 為我們台灣而來 就這麼簡單 大家都說 日本國已經不需要效忠 天皇陛下了 目前他還沒有修憲 所以他目前的憲法是 沒有效忠的狀況 不過 我要請各位看 這是我們的一個網友給我們的 安倍晉三 內閣總理大臣任命 名人陛下 內閣總理大臣野田家宴附屬 所以日本國現在總理大臣 聽誰的 誰才是大老闆 天皇陛下 我們台灣在說 人家衰進捕子生什麼 菜鮭 很厲害 這是菜鮭 這是捕子 進捕子生捕子生菜鮭 為什麼進捕子生菜鮭 衰 如果還騙你自己 生菜鮭 不要說生菜鮭 這是 一個小禮 我們的老一輩的 神敗 為了要在 白色恐怖的壓制之下 讓我們 能夠知道 有一些的 所謂的 理念 一些狀況 他不敢明講 他就用一些 劇竊的食物 讓你們聽 人家衰 政府也生菜鮭 你怎麼去想到 在台日本台灣 蠻去生菜鮭 怎麼說 這是我家 因為我做叫做林蠻 林蠻是 對一個人 林蠻 15年 五月 七里的 名字是誰的年號 是清帝國的年號嗎 還是中華民國的年號 大日本帝國的年號 大日本帝國 15年的5月2號 這是我阿祖的生日 做我阿祖也不錯 我都四個地方介紹他的生日 不過說出擊 中華民國有沒有被出擊了 人世要出擊 中華民國有沒有被出擊 有啊 他有沒有在 還有在聯合國裡面嗎 他的聯合國的息事 被誰所取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阿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一個中國阿 只有一個而已 不然他個省紛紛獨立 像他那些新愛革命講 個省紛獨立 哇 三十幾個中國 你好像投票也投贏人 是不是 可以這樣嗎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全世界都只有一個中國 可是 有兩個日本 一個 一個 是日本國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是臣民 必須要效忠天皇陛下 日本國的憲法 有沒有效忠天皇陛下 沒有喔 沒有喔 從這裡看你就可以看出來 台日本台灣人 有國籍 生到沒有國籍 我怎麼做的國籍是 台日本帝國 啊我是全世界 沒有人要成人的中華民國 啊就問一下 我敢是中華民國人 不是啦 我們當時 我們當時 在阿旁 這些事情 還沒有比市長 的論述 出現真正 都沒有看過真正 我們台灣也很厲害 拿三億 阿聯合去阿西 阿聯合去阿西 阿聯合國那個官員 拿我們送行 一開始要求什麼 第一次要求說 用中華民國 重回到聯合國 有沒有 我們一些 先輩應該都會知道 較多的先輩應該都會知道 少年可能不知道 第二次 你說什麼 不然中華民國不行 不然我們用台灣加入聯合國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啦 不可以用彈出來 第一次用彈出來 第一次我們對門房西裡 走路跑 花了那麼多錢 做了那麼多 做了一個白鋼 我們怎麼有回到聯合國 沒有啊 中華民國有沒有回到聯合國 沒有 那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大日本帝國 你有加入過聯合國嗎 我各位報告 大日本帝國是當初 國際聯盟 的創始會員格 不是 不是聯合國 美國從來沒有加入過 國際聯盟 不過很多的 國際聯盟時代的 國際條約 都是在華盛頓訂立 包括1922年的 華盛頓海軍 裁軍公約 所以美國 雖然沒有加入 國際聯盟 美國必須 需不需要遵守 他們當地的法律 要 當初大東亞共農圈 就是劃分 整個責任區 大日本帝國 就是劃分 當初的 叫做大東亞共農圈 的一個領域 這說怎麼可能 說到那裡 可能要三點就不夠 我還給我 我還給我 這是台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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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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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必須要來完成這件事情 美國的司法制度強迫著美國的行政體系 必須要來做這件事情 第二 西元1997年歐洲國籍公園第四條規定 人人皆有權取得一國國籍 無國籍狀態應與避免 人的國籍不得任意予以剝奪 重申啊 1948年 你們台灣人被人蓋起來 全世界沒有生人 不過沒有苦術出來說啊 因為苦術出來說很怕死 叫國民黨怕死 所以都不敢說 不過現在你們可以說嗎 會啊 大膽就給他考慮了 每兩千塊兩年我們就給他考慮了 他在重申一次的時候我就聽得懂了 我們就聽得懂了 他在講給誰聽 講給台灣人聽的 什麼人 有國籍狀態 白到無國籍 就是我們而已 這跟民進黨 現在目前總主席說的 因為有人在講他是 紅毛猩猩 看起來像紅毛猩猩 我跟他講 紅毛猩猩還受到 國際瓶林絕種 動物的保護法所保護 這是國際法喔 那沒有國籍的台灣人 你受誰的保護 有沒有人跟你保護 沒有啊 你去外南 你去柬埔寨 你去全世界 人和國家庭 是就什麼人家幫你保護 中華民國的領事館 那中華民國存不存在 不存在 又是隔壁 不是我們黨的公媽牌 那是白郎人黨的公媽牌 這樣他幫你保備嗎 沒有把照片 沒有把照片 說到照片 我認識他拿給你看 外國人很有趣,外國人在燒金,用什麼燒,米金,他們自己燒,燒米金出來燒 那就是他們的金座,很有趣 我們在國民黨的教育裡面六十幾年,國民黨都教我們什麼 日本人求台灣人,日本人走到中國求中國人,南京台頭殺 日本人台死,中國人三十萬 我要問各位,全世界有人信任這個東西 我還會報告,那都是中國人在說而已,全世界沒有人信任 為什麼你知道嗎?我告訴你們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附贈體系 目前在台灣的附贈體系是中華民國來這邊接管的時候 按照美國的律令,他維持這個附贈體系 保持保留他的完整性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那大日本帝國台灣有 那當然就把保留下來 當初中華民國有沒有在中原地區 因為他們的中國太廣泛,這個定義非常的模糊 實質上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地方 在五湖亂法的時候早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他們在南京城那個地方,後來是怎麼去查證呢? 在南京的附近那邊,陳鍋啦 陳鍋就是說他們的酒餅那個地方 亂戰工全部都黑黑出場 總共三十萬顆我的人頭 八百年前被殺的也算 也算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人幹的啦 我跟各位報告 南京大屠殺 真正的原因,就像這樣子 你們看到這一張照片 好像什麼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是什麼人 中國的武警 解放軍武警 他進入那個西藏 喇嘛他們那邊的領域裡面 那他們手上拿的是什麼 帳袍 身符 沒有錯 那他們 喇嘛也是這個頭髮嘛對不對 那他們武警是這個頭髮 所以他們只要把解放軍的衣服 武警的衣服換掉 換成喇嘛的衣服 然後去做一些燒殺魯略的動作 可不可以嫁禍 就嫁禍給喇嘛 所以他讓全世界的媒體看說 喇嘛在西藏這個地方就是亂來嘛 就是燒殺魯略這樣子 結果 他們的武警進來鎮壓 殺死真正的葬身 這叫做嫁禍 那當初 大日本帝國 台灣 台灣有沒有去 有沒有去參加整個南京 事變 我跟各位報告 有參加 那我們是這樣子 跟他們屠殺的嗎 我跟各位講 沒有 沒有這樣子跟他屠殺 是因為蔣謝時 穿著大日本帝國的軍服 他們的兵 他派兵 穿著大日本帝國的軍服 然後去屠殺中國人 然後叫媒體去拍照 又是假照 後來日本人 日本兵看到這樣子的狀況之後 他就衝進去 要把那個地方整頓起來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到 南京大屠殺的他們那些軍事館裡面 有很多的照片 砍人頭的照片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頭髮 都是軍人的頭髮 有沒有 一般老百姓不會留著那個平頭啊 那你們可以去看 那個南京大屠殺的那個 那個歷史的博物館裡面可以去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們把那個 有一個 你們進去看那個博物館裡面 走進去之後 就一個 阿兵哥 有一個 那個日本警察 插著一把武士刀 坐在那個地方 前面擺了一大堆人頭 有沒有發現 他說 那就是日本人殺中國人的證據 你們有沒有再看一下 後面那些人 配著彎刀那是誰 配著彎刀的人是誰 台灣的原住民啊 那個是物色事件啊 物色事件 我們那個這邊 那個 如果有那個 賽德克主人 你們就很清楚 那個是日本人 去砍的人頭嗎 不是啊 是自己人 打自己人的人頭 而是物色事件 所以他們用這個家貨 這是中國人最喜歡做的 也是唯一能做的 會做的 中國人最厲害的是什麼 騙 通告騙 最會騙 所以他們常常幹這種事情 架禍成功的叫做南京大屠殺 架禍失敗的有沒有 有 我跟各位報告 年輕人要找 長沙城文系大火 你們把這個關鍵字寫下來 回去查證一下 這就是架禍失敗的 長沙城文系大火 這是孫文 生日的前夕 那時候有一個大火 那因為當初的戰爭狀態 日本人在追趕 蔣介石 那打死招命的 很快的兵 什麼不厲害 走路通 你走很快 日本人趕都趕不上 所以他們在後面追 那追到長沙城那個地方的時候 蔣介石就想說 再來嫁禍給日本兵 然後他們就下令一樣 這次叫一個姓岩 岩羅網的岩 的軍官 帶著一群士兵 穿著日本人的軍服 然後就放火點 那個長沙城 然後把那些門全部封起來 燒了三天三月 熟悉了亮 熟悉二三十萬人 二三十萬人 因為當初沒有附贈的那個體系 所以不知道真正的數據 數據是多少 不過以當初的時代雜誌下去 看二三十萬人跑不掉 結果你知道嗎 多好笑 他們 要求那個 外國的記者 來拍攝這個狀況 日本人屠殺 那個中國的平民 結果日本兵因為天后的關係 他阻礙了接近200公里 還沒到 還沒到 結果火就倒起來 那邊的記者就看一下 怎麼日本人都還沒到那個 那個長沙城就著火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後來蔣介石啞口無言 就講說 這叫做焦土政策 我寧願把這些物資全部燒掉 都要阻止 那個日本繼續 嚇死著這些物資繼續進攻 架禍失敗的 就變成這樣 他都有話可以講 有得騙嗎 有得騙 還有另外一個黃河口 黃河花園口 潰堤事件 他去炸堤 也是要架禍給日本兵 結果日本兵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你叫中國人 叫水淹去 被水淹沒 那我們台灣的義勇軍 跟大日本帝國的正規軍 他們去黃河流域那邊幹嘛 都在救人 都在救人 結果蔣介石當初的抗戰的宣言 是講怎樣 說是日本人幹的 後來查證起來不是日本人幹的 是誰幹的 蔣介石自己幹的 常常做這種事情 常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南京大屠殺 要導向我們台灣人 仇日的一個教育 我要跟各位講 沒有南京大屠殺 他們講的這一回事 有通舟事件 他們當初拿的一些 軍事館裡面有一些照片 是他們中國人去屠殺通舟的日本人 台灣人在觀光一句話 說什麼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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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蔣介石 用這張照片 大家來思考一下 大家來思考一下 在去年解放軍腳下的葬身 想想看1947年2月28號 國民黨槍下的15萬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死了15萬 有沒有依據 因為我們大日本時代 你剛才有看到我們阿祖 日本時代 給這個甜品 我跟各位報告 你們家 的黑衣裳 黑衣裳都有 一個都沒有老高 這樣我們就算了 就是15萬多 15萬多 還不只15萬 還不只15萬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蔡英文 多給中華民國一點空間 統一也是台灣的共識選項 你要跟誰統一啊 我還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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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的事物 如果他這一代沒有辦法解決 要交給下一代 請問一下 蔡英文怎麼會有 他下一代在哪裡 沒有啦 講這個都不負責任 統一也是台灣的共識選項 所以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當初是 黨主席啊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就算他當選總統 他要不要舉起右手 效忠誰 中華民國要不要 要 他是效忠台灣嗎 不是 強盜跑進家裡面搜刮 沒有把他趕走 還要認他當爹 滾車給他搗拌 什麼兩個搗拌 民進黨這些 搞不清楚的台灣人 標準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跟各位報告 你知道馬英九他當選 要什麼條件嗎 我跟各位報告 不是只有他拿最高選票 按照中華民國的選舉罷免法來講 第一個 我跟各位報告 要取得最高票 當選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嘛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投票率要不要高於50% 要啊 結果我們台灣人80%的人口 你都去投票 讓他超過50% 這樣他有過嗎 他開了 他可以管理嗎 會啊 你拿中華民國給你的身份錢 要做什麼 自己出賣 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要去投票的話 他的選票率會剩下多少 20%而已啊 這個選舉有效嗎 無效 可是台灣人 不去選舉他會不會很痛苦 我跟各位報告 很痛苦 所以 我們也不怕怎麼這樣做 我們曾經有試圖去講過 弄得臭頭 結果咧 什麼人動選 同樣馬英九動選啊 再來 說到這個選舉拿新聞前去領票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張是我的 中華民國給我的 是國民身份證 是視同國民喔 不是準國民喔 因為我被他佔領 所以他用他的憲法來保護我 他的憲法存不存在 不存在啊 中華民國的 發給你的 是國民身份證 還是公民身份證 國民啊 還是你們有人有 手有那個公民身份證 請你拿手 我叫我看一下 因為我看過 沒有嘛 請各位拿出自己 那個 那個流亡民國 發給你的身份證 看一下你是公民身份 還是國民身份 中華民國的教育裡面 公民與道德 我記得沒有錯 是第一年 就有去上到這個東西 什麼叫做公民 公民 公民就是 選舉 罷免創制 副決 只有公民才有這個權利喔 這叫公民權 那什麼叫國民 為成年的 為成年的 像我女兒子 打出事而已 也是 也是國民啊 是不是 對啊 那叫我女兒子 打出事 要在吃冷 那去回票 那不行 不行耶 對 應該是不是應該 公民票數嘛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我問各位 中華民國 的憲法裡面 他有幾個省 36個省 那我請問一下各位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 省份 有多少 參加他的 公民 投票 我跟各位報告 零 連台灣都不是喔 等一下跟各位講 從五五憲法 從那個民國22年 還27年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這東西 等一下再查證多 從五五憲章 憲草 他們叫憲草 我叫做憲章 公布出來之後 他上面就已經劃分好領土範圍 等一下可以給各位看 他的領土範圍裡面的公民 公民也好 國民也好 有沒有來參加 中華民國 馬英九 vs 蔡英文 中華民國的選舉 有沒有 沒有啊 那台灣人是什麼人 大日本帝國人啊 所以中華民國總統是誰選的 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幫中華民國人 假補算而已 所以這個國家存不存在 不存在啊 全世界跟你講這個選舉無效 我沒有要給你看 中華民國的領事館 我連看都不想看 為什麼 他有真正代表中華民國嗎 沒有啊 中華民國總統是誰幫他選的 外國人幫他選的 什麼人是外國人 爛 他們就是外國人 對我們來講 不是外星人喔 吃幾天怎麼有外星 吃幾天很重 吃到外國吃18% 整四人不要在落歲 跟退休的時候 你吃到18% 敢有勝 不勝 所以他就是外國人 不要叫他外星人 他不可以外星 好 很重 請問你領票的時候 為什麼拿國民身份就你領票 你不是公民 你找你領票 你違法嗎 有沒有違法 違法了啦 所以全世界沒有人要承認 只有一個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中華民國的 所謂的台灣當局的局長要就任的時候 要等美國白宮的什麼 賀電啊 旁邊那時候就喝了兩次 那時候 環節在座還有人 東新聞還要到三天過 都有在看 奇怪是怎麼等美國的賀電啊 但這都搞不懂啊 沒等還不行喔 沒等不行喔 為什麼 因為他是延續 麥克拉斯1號命令 代理占領 承認的一個關係 美國總統 就是白宮的主人 必須要給賀電 表示說我 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announce 不是renounce 是announce 表示我知道這個 東西 我發布一個報告給你 讓你知道 我知道你 這樣我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賀 這樣 所以 剛才說到天皇 我們天皇造出來一些 我們內閣的律令 內閣的律令 還有台灣總督府的律令 都必須要怎樣 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懷疑 馬英九 他的選舉 當選文告 應該也有寫個養 看 歐巴馬 如果沒有就可以 這樣 所以他還是必須要養 中華民國的政權 不是絕對政權 不是絕對的健康 它上面還有一個組織在管控它 用什麼 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的AIT AIT是官方組織還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你們可以去看 AIT照人去看 你們剛剛回答錯了 我回去 自己去Google一下 去看看 是民間組織 我要問各位 美國的民間組織的單位窗口 對的是什麼 民間組織還是官方組織 也是民間組織 所以他的官方必須要撤銷 不能繼續騙 就是這樣子來的 包括內政系統都是 包括內政系統都是 不要再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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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自己撤起來而已 那沒辦法 有那些太多 在1895年的時候 台灣永久各讓給天皇陛下 1911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建都首都在南京 1945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戰敗 藉由麥克阿瑟命令來台灣帶館 中華民國的流亡憲法主權 包括他的領土 包括他的人民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包括 包括到現在 187條憲法本文 以及12次的修憲 完全都沒有包括台灣澎湖的領土權 少年呢 麻煩你回去 自己看一下他的憲法 從五五憲朝 還是更早之前的安撫憲朝 開始看 通通都沒有台灣跟澎湖的領土範圍 所以台灣跟澎湖對中華民國來講 是不是外國 標準的外國 包括到來這裡 12次的修憲 還有包括台灣 沒有 沒有包括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 在這裡 現在 在那個目前在 做大庭 你們本館的店鋪 現在那裡做法蘭銀行的 原三分行 就是這個地方 大家看清楚 大家看清楚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 請問一下 總領事館 這個東西是 設在外國的還是設在國內的 外國啊 所以中華民國 是設在外國台北的一個總領事館 所以中華民國對 台灣來講 是外國還是國內 外國啊 標準的外國 他是外國啊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 是設置在國外的機構 所以他是 是本國的領土嗎 還是外國的領土 是外國 別人的領土 把人家的土地 是別人的土地啦 不是他家的土地 聯防憲法裡面的有效公民 有沒有來參加選舉 剛剛有講 沒有啊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的36個省 有沒有人來投票 沒有啊 沒有來台灣投票啊 然後由非憲法裡面的台灣人去投票 這樣的總統有效嗎 無效 所以美國 他有沒有稱呼馬英九為總統 沒有 他是稱呼為 他是什麼 台灣當局的 那個領導人物 或是叫他馬先生 或是叫什麼 你是不用罵 這個人 這個小賣的人 你是不用罵 好 美國的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寫著 台灣當局 這麼 年輕的 回去先Google一下 去找一下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找AIT的官方網站 注意喔 注意喔 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這個法案 最終的一行 寫著什麼 以英文版為主 所以你要去看什麼 看英文版喔 英文版我看起來是怎樣 這是我自己看的 搞不好你們看會有新的不同的發現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他稱呼台灣當局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是不是叫中華民國 不是 重點來啊 這叫台灣當局 我們都知道 真的是台灣當局嗎 大家看一下 Authorities 這個IES 應該現在大家 教育水平都不錯 這樣IES是單數還是負數 負數代表他是不是兩個以上 所以台灣當局有幾個 兩個以上喔 包括AIT算不算 AIT算 因為中華民國 他必須要聽AIT的 窗口單位的 所以 真正的台灣當局 應該叫做台灣當局們 對不對 對 不是只有台灣一個當局喔 他這邊加了一個定罐詞喔 加了一個定罐詞 代表這個 如果他是新國的話 這是唯一一個政府 如果是加IES呢 絕對不是一個 這個 聽有意思喔 這個 加IES呢 這個 加IES呢 當局有那個人做英文的告示 我說不對 你聽我給我指證 應該是這樣 不過以前我 學校老師這樣跟我教的 不知道對不對 應該是對啦 應該沒有騙人啦 所以大家年輕人 自己回去查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所以中華民國 不是唯一能夠管台灣的 我們自己成立台灣民政府 可不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可以 就這麼簡單 美國台灣關係法真的存在喔 外面問各位啦 為什麼只有美國有定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中國沒有定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 都沒有定台灣關係法 就偏偏只有 美國擁有台灣關係法 就偏偏只有 是什麼關係 因為 台灣 是美國 獨立 占領的一塊土地 然後交給蔣介石 代理管理 就這麼簡單 當初大日本帝國 什麼時候 宣佈投降 八個十五 八個十五啦 八個十五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農曆的喔 是國立的喔 八月十五中戰日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當時才白起來 在台灣這個地方 十月二十五 好 他說的就是光復節嘛 其實那天叫做台灣被占領日 不是光復 不是光復 你想 他如果說他占領 他的兵里就直接就起來 為什麼他把八個十五 日本天皇選佈導航 是怎麼把十月二十五 他這樣收起來 他自己來的嗎 我告訴各位報告 那不是他自己來的 什麼人才來的 美國的軍艦才來的 所以美國要負責嗎 會啊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去拍那個中國人嗎 不用啊 那什麼人接的 那什麼人負責啊 美國人要負責 對 正確的喔 美國人要負責啦 啊美國人不負責怎麼辦 還要負責 還要負責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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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要用法律來改割 對 對 就是這樣喔 這個台灣關係法 年輕人都要去看 反正你都會這樣騙喔 不過相信你們的眼睛 相信你們自己的眼睛 自己去查證 如果我講不對呢 你偷偷告訴我 我會改 開玩笑啦 台灣的 台灣關係法 是一部現行的美國國內法 是美國定的還是 英國幫他定的 會不會英國幫他定 或者是說 那個日本國幫他定 或是中國幫他定 會不會 是美國自己定的美國國內法 我要請各位想清楚 台灣人 香港 別想那麼多 別想那麼多 我給各位想想多多 我給你們鼓勵 不可以沒想 一定要想 世界要跟200個國家 為什麼美國有台灣管理法 為什麼美國的國內法 不是國外法 你知道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上面寫什麼嗎 台灣 是美國 可以合法管理的外國領土 我跟各位報告 如果不是特殊關係的話 這句話已經違反國際法 因為國際法有一個原則 任何國家不如 不可以介入他國的什麼 內政喔 所以大家要清楚喔 任何國家不可以介入他國內政喔 外面問各位 你們剛才說你們有去投票的人 請你握手 你們有介入他國內政嗎 有啦 好 這阿伯都自己打阿山打什麼就好了 不用我講 好 這個都不對 因為他是外國 我們不用去投票 你投票你有事 你要負責嗎 有權利就有義務喔 齁 你今天去 要把他選保 戰爭 你會派人 你會怕做頭髮嗎 要這樣 你不要叫別人怕去 戰爭是這樣齁 你有權利 決定要宣戰 你就必須要接受 這個 戰爭的後果 自己要去行修 齁 美國有 美國與台灣有 美國與台灣有關係 是什麼關係 中國宣稱 與台灣有關係 為何沒有制定關係法 大家去想想看齁 這是我的答案 不見得正確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看完整個的資料之後 自己再去做定論 這是我給你們的答案 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齁 台灣是台日本帝國台灣 因為美國 贊而已 一定有它的對象嘛 當然是 美國那不是向台灣選前 不是耶 向什麼人選前 向台日本帝國 不是現在是日本而已齁 台日本齁 現在這個日本叫做Japan齁 以前那個選前的日本叫做安排的Japan齁 英文名不一樣齁 齁 就像大英國選的都做54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甚至 那個 多個國家 包括馬來西亞 跟那個新加坡 都是大英國選54個國家裡面的 其中一個而已 英國那不是其中一個而已 英國也是其中一個而已 沒有規定說一個房地 可以擁有幾個國家齁 不過 大家的國家都要擁有租款齁 啊租款是落地上的手套 租款這 不一定是天空 我們在台灣這裡就是天空 就是天空 所以 就大家請問說大英國選不是英國 英國只是五十四分之一喔 五十四分之一 剛才我們會說到齁 時間的問題 我要做 幫大家休息十分鐘好了 因為我是很不敢幫大家休息 哈哈 不過大家去上個廁所 然後喝杯水 我們十分鐘就再來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茶叉拓切